郭董一年多前入主夏普 宣誓將會華麗變身 經營績效已經慢慢顯現 夏普新董事提名人選敲定 9人董事名單中 台灣人佔4名 最年輕的是他 王健二 45歲的王健二 是鴻海旗下觸控面板模組廠 業程控股資金副總 翻開他的學歷 畢業於台大國貿系 文祖出身並非理工科 在1998年加入 還在籌備期的啟美店子 參與創辦過程 王健二曾開玩笑說 南科第一間無城市啟用前 他還去打掃過 王健二在啟美從專員做起 花了5年 升到策略規劃資深經理 王健二的衝勁從這裡能看出來 他常在傍晚下台南找工程師討論 再摸黑回新竹就想補足姿勢 此時正好是台灣面板產業 打天下的關鍵期 王健二更多次飛往日本南韓 打探夏虎和三星的經營狀況 而後他看好面板產業潛力 投身研究機構IDC以及DisplaySearch 最後加入群創光店 擔任平板事業中心主管 2011年1月群創將觸控面板部門 分拆成立業程 至此成為創始班底 大人去開蓋的一個廠是一個不來的 所以我們其實也就是有在考慮 郭董的面板事業越做越大 推廣王健二會被罰卓 原因可能有這三個 包括他對面板產業趨勢 有獨到的看法 加上在這行經歷近20年 英文流利闖蕩江湖沒問題 更重要的是今年立下戰功 搶了不少蘋果訂單 看來郭董就是想借重王健二的專長 來發揮泛紅海集團面板事業的火力 財經中心綜合外電報導